爱情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至今已经上映20年 依旧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电影 但日前有名男子史蒂芬·卡明斯 突然对该片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提出告诉 表示导演偷了自己的故事 他说自己曾在1988或1989年左右 和导演口述过自己的生平故事 在电影播出后才发现 导演未经同意尽善自采用自己的故事 因此他要求赔偿美金3亿元 以及1%的票房收入 但史蒂芬也说自己的亲戚 真的有搭上发生传难的泰坦尼克号 纯纯是这对亲戚夫妻男方真的不幸过世了 独留另一半活下来 因此尽管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他身上 但他依旧坚持自己就是杰克 问题是他并没有提出实质证据 证明自己与杰克到底有什么关联 到底法院会怎么判 大家都在等着看 未经许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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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